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9月18号 今天是918事变的纪念日 最近几天 美方阵营同中国在黄海 在西太平洋有过一段较量 这次的较量非常有趣 这是高手过招 哪一方是高手呢? 是美国还是中方呢? 一期之前,我们提过 由于黄海距离中国华北核心地区 金金冀地区过于接近 但是,美方竟然不顾北京的警告 执意带着韩国和加拿大的海军 要在黄海举行大规模的局势演习 这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 面对美国的挑衅 北京确实面临一些难题 如果不采取强硬的行动回击 那就等于是默认了美军的挑衅行动 而且,还是在距离北京 如此近距离的黄海 举行军事演习 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但是,如果要采取行动 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演变成中美两国直接的军事冲突 又会是另一个议题 那时候 北京对美方采取了南北夹击的警告策略 中国海事局发布禁航公告 解放军将于9月10号到17号 在渤海和黄海执行军事任务 划下了禁航禁区 要求所有的船只不得使路 这就把美加韩三国在仁川的军舰 给封住了 但,这只是中国海事局发布的禁航公告 北京的动作远远不只是如此 还有更多的措施在后面 若不如此 只能够彰显中华威仪呢? 在武侠世界中 有所谓的高手比划 双方不需要真正的动手 而且是采取模拟的方式 两人隔空笔画 金庸小说《倚天吐龙记》中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 张三丰首图 也是武当七侠中的老大宋元桥 眼见天一教教主 白眉英王阴天正 已经同多位的对手过招了 宋元桥担心阴天正会因此内力不济 恐甚至不武 因而采取了隔空笔画的方式 这是只过招 不实际的动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 北京有多招的后手同时进行 一 东海军演 中国大陆与美加韩演习的前一天到后一天 在东海举行了军事演习 这相当于截断美日军舰的退路 如果日本也参加的话 二 中俄联合军演 中俄两国军舰与日本海联合军演 这路线是阻止应对日本和美军从日本基地出发 向美加韩演习区域增援 三 三东舰航母向关岛进行 大陆三东舰航母编队近21艘的海军军舰 穿越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 在西太平洋举行军事演习 如果美军航母从关岛的方向往西北前进 开赴美加韩演习地点 三东舰航母编队就会毫不客气的指导关岛 四 试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据消息 大陆火箭军向渤海试射了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这是对美国十足的警告 但是不针对第三方 其实到底针对谁 大家心里有数 不过,试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消息 中国官方并没有证实 但这个说法意味着 除了海上的直接较量 对阵之外 中国有多种型号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 有时候,有些事不提醒一下是不行的 总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提醒敲打一下 以上这几点就是中国隔山打牛的军事动作 警告美加韩三国 其中以西太平洋的山东舰航母编队阵容最大 军舰的编队规模也最为确定 有没有效呢? 结果是 美加韩三国的所谓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虎头舍尾 规模缩水 潮潮的落幕 9月17号 美国海军一架F-35B隐身战机 与美国东海岸的南卡州军事基地起飞 在训练期间 失事坠毁 这件事原本同停靠在韩国海域的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无关 但是 由于还是丢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 因此 号称是三电航母 携带有多架的F-35B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于军演后的9月18号 乔兰返航了 返回到日本佐世宝港 据消息 美国有两个中队的F-35B战斗机 部署在日本 说难听一点 F-35B出了事情 对美国部署在日本的F-35B打击力量 当然会有影响 尤其是F-35B就是为了配合美国 部署在日本的两栖攻击舰执行任务 而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就是隶属于第七舰队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不方便 那么加拿大和韩国的军舰呢? 据报道 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沃泰华号 在东海自由航行的时候 遭遇了中国军舰和所谓的海上民兵船只的跟踪 监视和侦察 加拿大海军甚至于控诉了中方船只 对其进行激光照射 导致加方的水滨 眼睛视力受损 所谓的激光照射 这个说法难以证实 当然 这都是加方媒体的报道 不过我想 小孩子调皮嘛 打个屁谱就行了 不需要照射 对吧? 原本 美国和韩国媒体宣称 这次的军演可能会有航空母舰参加 军舰的规模超过50艘 会有舰载飞机 潜艇等完整的编队 三方的军队人数将超过1万人 因此宣称 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黄海军事演习 然而 最后的军演规模 却是严重缩水 只有20艘的舰艇 10架的飞机 和3300名的士兵参与了演习 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 这些军舰、飞机和士兵 主要还是来自于韩国的海军 美国海军出动最大动位的军舰 是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而正在亚太巡航的里根号航母 并未参加 加拿大也只派遣了一艘的护卫舰 凑数 这就是美加韩三国军演的最终规模 还不如中国大陆的三东舰编队 重点来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 原本美国和韩国计划在黄海军演 表面上是针对朝鲜 实际上是针对中国 美韩这样搞的目的 除了韩国方面 是要拉抬韩国总统尹熙悦 近来第一名的声势外 主要还是美方的拜登政府 要借此展示 美军仍然强大 对中方仍然有军事威慑力 只不过 情势大为不同了 2016年 中美两国因着南海仲裁事件 与南海举行过 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当时是上百艘的中国军舰 对上美国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七年前 那是不得已 由于美军航母仍然强大 中国虽然有东风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但是 美军堵中国 不会真的用东风导弹 来打击美国的航母 虽然 当时的美军司令 哈里斯说 在美国两艘航母 进入南海的时候 他扬言 今夜 就要同中国开战 但美军航母 只是来秀记录的 只要美军航母编队 没有对中国军舰发动攻击 中国的东风导弹 也不会对美军航母开挡 在不发射东风导弹的情况下 中国也只能够 调动上百艘的军舰 同美军航母对阵 这是因为 中国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 实用 但却没有那么好看 什么是好看呢? 可以在摄像镜头前亮相 在电视机的画面 轻易播放 导弹速度快 高度也高 在电视镜头面前 没有那么亮丽 相反 航空母舰的体型大 一个摄影机镜头 一个电视画面 看起来高大上 就如同 乒乓球在电视镜头面前 对上篮球一般的感觉 但七年过后的今天 不同了 中国海军 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多了 山东号航母 林雾大区等 而且先进的军舰多 可以轻松的在黄海 在东海 西太平洋 日本海投放 在这些地点 投放中国的海军军力 电视画面看得到 美国海军的水兵 也看得到 最重要的是 透过了电视画面 美国、韩国等媒体 也看得到 全世界都看得到 美国人向来重视宣传 过去是电视宣传 现在有新媒体的宣传 在这些媒体的画面的宣传下 中方军事力量强大 可以透过这些画面 传播到美方阵营 还包括美国那些的智库 可以减少将来这些美国的智库们 闭门造军的情形 回到前面的说法 美西方关于挑衅 透过一些军事行动 或是政治上的措施 向对手进行政治讹诈 看能不能捞到一些好处 这种例子非常多 然后美其名为 这是专业的行动 要求被挑衅的国家 被讹诈的国家 需要以专业的行动回应 如果2016年 中国发射了东风反舰弹道导弹 美西方会说 那不是专业的行为 由于中国不会以军事行动 挑衅他国 在这方面 中国就吃亏了 也因此 美国老是说 中美两国需要护栏 避免两国的误判和冲突 因为美国总是挑衅的那一方 但如今不同了 美国想要看专业的军事行动 中国给得起 山东号航母编队 21艘的军舰 就是完整的海军打击阵容 这是要告诉美军 倘若在战时 美军航母里根号 真的开敷了黄海 进行军事演习 那可能就是有去无回 首先 会被中国的东海舰队拦截 如果侥幸得以生存 你跟航母在撤反的时候 还会遭受中国山东舰航母 再一次的拦截 回不了日本基地 也去不了关岛基地 如果美军想要从日本的军事基地增援 中俄联合海空军的力量 也会对其进行拦截 不论是日本 或是在日本基地的美军 都不要妄动 更不用说 中国的岸基飞机 和无数的陆基导弹 对韩国而言 不要想着占便宜 想着趁美军航母的保护 来占中国的便宜 对美国而言 也不要想着从挑衅中捞一些好处 不管是政治上的 拜登选举上的 或是其他方面捞好处 因为美国想要看的专业 中国都有 从各式的导弹 驱逐舰 航母 舰载机 隐形战机等 应有尽有 还有各种的电视镜头 YouTube的画面 也都有 能够充分满足 美国军方 政界人士 新闻媒体 和美国民众的欲望 我们做一个结论 美方在逃不了便宜 捞不到好处之下 面对中方的海空军力量 以及各种的专业回应 美方也只好缩手 缩减了军演的规模 另一方面 中方可以拿得出来的手段 也比以前多了 这方面也是我们之前强调的 中国军事武器在使用和门面方面 要兼具 东风-21D 东风-26 东风-17 英机-21 和东风-27导弹 这是使用 尖-20 尖-16 尖-35 航空母舰 运-20 095 096 等核潜艇 以及未来的轰-20 是使用 尖门面 这些除了使用之外 还可以满足 美西方人士的好奇心 也能够产生 足够的威慑力 有了这些使用和门面 等高大上的军事装备 美西方不服 也得服 这一次的美加韩军事演习 美国倒也罢了 美国可以找一个理由 说这是韩国主动邀请的军事演习 美国只是配合一下而已 然而 韩国总统尹徐悦 他的麻烦就大多了 非但无法借着这一次的军事演习 来拉抬他在韩国国内 第一名的支持率 他还得要面临许多的难题 包括经济的难题 和反对派势力的侧重 韩国反对党党魁 李在明 正在进行绝食进座 尹徐悦的前途不妙 对中国而言 中国军方给美加韩演练了一次兵法 面对美方阵营的挑衅军演 中方的手段更多也更纯属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手段可以更多也更纯属呢 没办法 这是因为中国实力的增长 包括了军事和经济的实力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洋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感谢观看